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投胎到了这里 一起来听 距离澳门赌王何鸿燊去世已经好几年了 各方纷扰早已尘埃落定 说起这位98岁寿终正寝的老人 对于他的长寿秘诀坊间传闻颇多 回看何先生的传奇一生 犹如一部教科书式的励志电视剧 男主角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 然后奋发图强 在拥有一定学识后 迎娶白富美女主 随后得到女主家族的赏识与助力 再加上自己的经商头脑 终于攀上了人生巅峰 实现了自我价值 何鸿燊的一生有多精彩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只是再厉害的主角 终究也将面临一个 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衰老 时间一向不管你贫贱富贵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2007年7月29日 赌王不小心跌倒并中风 情况紧急 家人将她送到港安医院留医 出生于1921年11月25日的何鸿燊 当时其实已经86岁 算是高龄中风 能否恢复好 真的不好讲 好不容易治得稍有起色 2009年时 她又在四泰良安琪的住所摔跤 这一次更严重 直接醒不过来了 被家人送入玛丽医院 2009年 赌王已经88岁 摔倒中风再摔倒 不得不说 这个情况非常不乐观 为了长寿 何家一口气聘请了七位名医 为赌王保驾护航 除了用科学治疗手段 还用上了玄学 何家请来了大师于志玲 说到这位于大师 香港的上流人士 以及半个娱乐圈人士都认识她 很多人都是她的座上宾 算是香港风水界的第一集体人物 为了让赌王长寿 大师指点了以下三招 第一招 《众生鸡》 2009年 赌王第二次跌倒时 她的红颜知己邓永诗 秘密地求助风水师于志玲 于极丑年 人声乐 人尘日 也就是2009年8月15日 在广东高州市大人庙 替她众生鸡 延年保命 后来果然病情趋稳 何谓众生鸡呢 简单来讲 就是将自己的头发 指甲 牙齿 及贴身衣物 和一块刻上姓名 深沉和愿望的张木板 则即时即日 埋在风水穴中 为的就是避开劫难 命运方面来讲 就是让当事人在世的时候 就能享受到福地 给自己带来的庇佣 但这样做 同时也会折损健康 所以需要两人多做慈善 不然容易出现意外 高人们对于这种单子 一般都要价很高 赌王为此付出的报酬 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数字 但这与健康比起来 又合足挂齿 于志玲接下这个单子 准备好所需事务后 马不停蹄地前往广东高州 为什么是高州呢 高州是一个小城市 离最近的大城市茂名 也需一个多小时车程 但这个小城在风水界很有名 因为市郊有两个 千多平方公里的水库 形成环山暴水的地势 不少中港风水师认为 这里风水好 前来为客人寻找风水墓穴 赌王就是其中一个客人 寻找十天后 于志玲终于在高州市大人庙 找到了基地 算准及时后 把赌王的头发 指甲等物品放了进去 据当地人说 赌王的生机学很难去 用山板横过水库 然后在徒步走上山顶 经过大半个小时 赫然见到荒土上竖起一块碑石 大小约一尺乘两尺半 上面刻有 何鸿燊博士生机福地字样 碑上的日期 亦显示生机是 极丑年人申月 人臣日历 即2009年8月15日 正是赌王中风后的第18日 后来赌王的病情果然趋稳了 众生机让当事人在世的时候 就能享受到福地 给自己带来的庇佑 算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转运法 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点七星灯就困难许多了 第二招 点七星灯 赌王的病情不乐观 家人情急之下 又找到11年前 为赌王重生机的 于志林大师 何家人提出再付500万 请大师帮赌王点七星灯 但大师知道 命不可为 婉拒了 什么是点七星灯呢 就是高人找到本命塑星 将其点亮 七天主灯不灭 方能增加12年寿命 历史上有两次点七星灯的记载 主角分别是诸葛亮和刘伯温 实际上只有刘伯温一个人成功了 诸葛亮并没有成功 诸葛亮没成功 因为他有个叫魏延的猪队友 三国演义节选 孔明在帐中齐嚷以及六夜 见主灯明亮 心中甚喜 将为入仗 镇见孔明批发仗剑 踏钢步斗 压阵将心 忽听得在外呐喊 方欲令人初问 魏延飞步入告约 魏兵质疑 眼角不及 竟将主灯扑灭 孔明弃剑而探约 此生有命 不可得而攘也 魏延惶恐 伏地请罪 将为愤怒 拔剑欲杀魏延 正是万事不由人做主 一心难与命争衡 这一段描述 魏延惊黄地冲入帐内 这个莽夫一不小心 就将主灯给扑灭 诸葛亮的七星灯续命计划失败 或许有人会说 诸葛亮那么厉害 失败了就再来一次吗 没那么容易 传说中 点七星灯 这种逆天改命的事情 每隔一千天 才可以点一次 否则输数人的性命堪忧 而于志林大师 拒绝赌王的理由 也是这个 一千天才可以点一次 于志林讲道 这次赌王的时间相当紧张 不能再重生机 现在只有一种办法 能为他续命 就是由道家来点七星灯 我不能再为他点了 你们应该还记得几个月前 于德成在球场外晕倒 然后心脏停顿 送到玛丽医院 当时他妈妈求了我很久 我就帮他点了七星灯 然后他很快就康复了 当时我没有收他妈妈的钱 但这之后 我自己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 记者就此事向于德成求证 他表示多谢关心 对此事不做任何回应 于志林还曾说过 赌王原本的寿命 是86到90岁 我已经救了他一次 让他多活了十年 我很早就批他 2018年或2019年会走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97岁的高龄 我觉得不能再逆天了 我敢讲 他今年上半年肯定走 第三招 冲喜 虽然于志林拒绝为赌王点七星灯 但仍旧给出了一个 无奈之下的方案 冲喜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赌王与四房梁安琪的儿子 何游君 突然向名摩西梦瑶求婚 两人结婚后 迅速诞下长孙 当时坊间就有传言 这是在为身体欠佳的赌王冲喜 其实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看法 98岁已经算是相当高寿的年龄了 当一个人离去后 我们并不会在意他活了多久 而是在意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什么 对于赌王何鸿燊来说 他的一生显然很成功 出身名门 学富舞蹈 帅气多金 娶了四房妻子 还生了17个子女 对于社会 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比如流落在外的马首和猪手 就是被何鸿燊高价买下后 无偿地送回 何鸿燊常常捐款捐物 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赌王强行采用法术续命11年 是违反了天道 没有办法抄把往生 回看他最后11年的人生 都在病榻上度过 这正是强行续命的果报 其实 生老病死 与其说这是一种悲哀 不如说 这是人修行过程中的历练 可以说 我们这辈子都走在修行的路上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 有些人会认为 我们又不是什么和尚 又不是什么道士 怎么会修行呢 其实 这跟人自身是什么身份 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 因为人活一世 你所失去的 所得到的 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 这便是一种无休止的修行 而生老病死 只不过是我们修行中的 一个较为沉重的部分而已 当你能够超脱于沉重时 那么你将能收获到智慧 到底什么才是人最后的归宿呢 那就是人之心 心便是人之归宿 这无常的世间 这无常的宇宙 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存在而已 而你的心 却能囊括其中 纯世俗而不世俗 人活一世 当心变得平静淡然 不惧生死之后 那么你的归宿 便会化为世间的智慧 佛前的莲花 人心的信仰 内心的超脱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赌王长寿多才又多妻 祖坟风水透玄机 一起来听 一代传奇人物 何鸿燊的世事 令人惋惜 一代赌王传奇人生 就此落幕 赌王将被葬在家族 位于香港摩星岭一号的 昭远坟场 说起昭远坟场 这里可是何家世代长眠之地 同样也是一块风水宝地 何鸿燊出生在香港的 何东大家庭 这个名望大族 至今声名远扬 长久不衰 与其在香港摩星岭的祖坟风水庇佑 是分不开的 何氏祖上是荷兰裔犹太人 来到香港改名为何世文 然后与保安一名叫师弟的女子结婚 生下一女四子 其中就包括前香港大亨何东 和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爷爷何福 那么何家当初是如何选择了 昭远坟场作为祖坟的呢 这就要追索一百多年前了 何东一门的何甘堂先生 在于结拜义兄陈超熙 学习三寮阳公秘书的同时 又拜托义兄为自己家已故的祖先 寻找一块风水宝地 陈超熙先生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在港岛各处为何家祖先寻找龙穴 终于在港岛摩星岭 寻得一块回龙固主之大风水宝地 该龙穴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上等基地 此宝地为骑龙截穴 背靠摩星岭面朝大海 正前方有上百个海上小岛群 就犹如千金万库 真可谓称得上大风水之基地 主儿孙辈辈富贵双全 这个风水座后 财丁大发 子孙兴旺 富甲一方 同时出了陆军将军何氏礼 现在最出名的就是赌王何鸿燊先生 子女十七个 是澳门历史上权势最大 获利最多 名气最小 在位时间最长的赌王 今日看来 不得不说 为祖坟寻宝地的何老前辈 是很有眼见的 下面 我们就来细细分析一下 何家祖坟招演坟场的风水 一 赌王祖坟木巷 港岛山脉 自东南横贯至西 高山起高峰 突然跌落 再起摩星岭 此似灵归入海之事 但其就其在 他不再灵归头部杰作 中途留下一脉 脉脂结血 此坟右方 血前高壁 右边西 高山 高耸入朝 位于迅方 又此地位于龙之过辖处 似过路之龙 坐井观天之事 正是翻身回龙 雇祖菊 收到溺水 不厌祖宗山高 后面有山 开窝截血 背后的山沙角回转 护住血场 二 招远坟场 小菊 招远坟场的地理位置 位于香港摩星岭 坚尼地城以南 比邻大小青州 两者被硫磺海峡相隔着 在摩星岭 可饱览香港岛西边的美丽海景 除了可看到在硫磺海峡对面的大小青州外 亦可眺望到南亚岛 长州 大雨山 平州 州公岛和大小交易州等等离岛 亦可远远地看到青马大桥 而且也是一个观赏日落余晖的好地方 近海的地段建满了豪宅 港督府及香港政府的行政部门也在附近 隔海的对面就是太平山 所以说摩星岭可称得上是香港的龙真穴的 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 香港岛作为难干一只入海尽头 可见并难干旺气 香港岛山势只有到摩星岭这脉 又明显跌断入手竖起 再起端正正体太阳经的摩星岭 可见旺气终于此 在开摩星岭 面海三面风吹朝涌 而且没有明显的开面凹处藏风聚气 无以正穴力穴 但明明却有声望之气终于此 只有在入手竖气过脉顶侧方到齐龙 借两股凹处和摩星岭垂下旁脉 形成一个小局紧密包裹的藏风纳气格局 这里成气之处甚是精妙 当然也是天造地设 为高师可以看破 不点过脉入手竖起的直来顶部 一是不斗杀气 二是入手过脉顶部 左空右空 风不藏气也不拒 不点入手脉另外一侧 是外朝大海 大局风吹气散 无限力穴这侧和九龙群山 遮户形成的大聚气格 当然最重要少不了是后靠金星垂液辱脉 同时左边还微起青龙护蝉 正得穴情真谛 当然左边青龙方还是显得有点空旷 所以在想明堂前 人工在左边建了一间二层平屋 高度约到墓碑顶 既能填补左空 又不觉得高压 并挡了左边大局交汇堂气 形成面前环抱明堂的聚气格 三关于聚富 南盖入海鱼气发露 香港岛行龙市有起蹲 龙身带仓库 香港岛一路地九龙群山夹着海峡 像一个口袋镇聚拢着海潮生气 当然这个也是香港的大刑局 最旺的地区就在这个口袋镇两岸 此穴处在带口位置 因为穴场紧凑团聚 吸纳源源不断从口袋镇交汇的生气 而且这个海剧局不是明朝而是暗剧 赌王的财富来自偏门的赌博业 也就有迹可循 以上 皆难干渔气 沥血秤气精巧 功力善用辅助 发丁 发武 发富 真乃可叹之经典 河东父母坟称为奇龙结穴 当年的帝师是陈朝义老前辈 原初正统江西看雨时 其造义之高 光是寻龙点穴的功夫 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血场碑乃坐庚像甲 兼油卯 庚银根身分金 坟塘出水以山 血顶上之后 土来龙碑 及天告命三块石碑 与主碑立相相同 其特点可必应后世子孙 一 富甲义方及盈藏卯发 二 立发科名 三 出武贵后人 河东爵士自从将其父母坟 安葬此处以后 其家财不断膨胀 单是楼宇及房产物业 包括现在的东鹰大厦 成业大厦 山顶的河东花园 东兴大厦 工商日报大厦 等较为人知的产业 其他如新界地皮 上水的河东农场 昔日沙田 河东楼地段等等 家财可用天文数字形容 四 赌王为何好命 何鸿燊于1921年11月25日 出生于香港 祖辈好几代都是牛人 出生不简单 网传他的四柱 是新有年几亥月 人臣日 时辰方面的话 网上有甲臣时和辛亥时 两个版本 但是按照更权威的看法 他不是出生于 丙武时就是丁卫时 两者或更偏向丁卫时 本来丙武时为偏财一气 桃花在时也可以多欺多财 但总是觉得欠点什么 欠什么 木也 财欠元 中南城大阁 但丁卫时就不同了 命书说 丁人为淫匿之河 也可以代表桃花望 而且丁火作卫 卫为木库 又亥卫半河拱木 这时观四柱地支的 亥 臣 卫三支都藏有木 身旺时商生财 大阁已成 大运又一路木火 符合七多财多之命造 1961年 何鸿燊实职已为大运 辛丑流年 澳浦政府规定 博彩业需通过 专营制度实施 何鸿燊看准时机 重返澳门 与霍英东等人合作 一举拿下赌场 独家专营权 迈出赌亡之路的第一步 之后的人营鬼卯年 直到运走甲午 一路木火之地 他自然就赚到盆满钵满 并奠定了他的赌亡地位 抛开这些辅助的风水命理学说 何鸿燊个性坚毅 风度翩翩 魅力适色 重情重义 是个性情重人 他是澳门博彩史上 权势最大 获利最多 名气最小 在位最长的赌亡 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水 这个风水不是笼统的 具有迷信色彩的风水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人的品格 也可以理解为性格 或者理解为心态等等 一命二运三风水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可以理解为 乘风顺水的过程 风水养人 但人也养风水 固然天命不可为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练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和庞大的家族 说起这位98岁 寿终正寝的老人 对于他的长寿秘诀 坊间传闻颇多 回看和先生的传奇一生 犹如一部 教科书式的励志电视剧 男主角出身名门 但家道中落 然后 奋发图强 在拥有一定学识后 迎娶白富美 女主 随后 得到女主家族的赏识与助力 再加上自己的经商头脑 终于攀上了人生巅峰 实现了自我价值 和洪生的一生有多精彩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只是再厉害的主角 终究也将面临一个 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衰老时间 一向不管你贫贱富贵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2007年7月29日 赌王不小心跌倒并中风 情况紧急 家人将他送到港安医院留医 出生于1921年11月25日的何洪生 当时其实已经86岁 算是高龄中风 能否恢复好真的不好讲 好不容易治地稍有起色 2009年时 他又在四太良安琪的住所摔跤 这一次更严重 直接醒不过来了 被家人送入玛丽医院 2009年 赌王已经88岁 摔倒中风在摔倒 不得不说 这个情况非常不乐观 为了长寿 何家一口气 聘请了七位名医 为赌王保驾护航 除了用科学治疗手段 还用上了玄学何家请来了 大师于志林说道 这位于大师 香港的上流人士 以及半个娱乐圈人士都认识他 很多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算是香港风水界的第一阶梯人物 为了让赌王 长寿 大师指点了以下三招 第一招 种生机 2009年 赌王第二次跌倒时 他的红颜知己 邓永诗 秘密地求助风水师 于志林 于己丑年人 深月人尘日 也就是2009年8月15日 在广东高州市大人庙 替他种生机 延年保命 后来果然病情趋稳 何谓众生机呢 简单来讲 就是将自己的头发 指甲 牙齿 及贴身衣物 和一块刻上姓名深沉 和愿望的张木板 则即时即日 埋在风水穴中 为的就是避开劫难 命运方面来讲 就是让当事人在世的时候 就能享受到福地 给自己带来的庇佑 但这样做同时也会折损健康 所以需要两人多做慈善 不然容易出现意外 高人们对于这种单子 一般都要价很高 赌亡 为此付出的报酬 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数字 但这与健康比起来 又合足挂齿 于志林 接下这个单子 准备好所需事务后 马不停蹄地 前往广东高州 为什么是高州呢 高州是一个小城市 离最近的大城市茂名 也需一个多小时车程 但这个小城在风水界很有名 因为市郊 有两个千多平方公里的水库 形成环山暴水的地势 不少中港风水师 认为这里风水好 前来为客人寻找风水墓穴 赌亡就是其中一个客人 寻找十天后 于志林 终于在高州市大人庙 找到了 集地 算准及时后 把赌亡的头发指甲等物品 放了进去 据当地人说 赌亡的生机学 很难去 用山板横过水库 然后在徒步走上山顶 经过大半个小时 赫然见到荒土 上树起一块碑时 大小约一尺成两尺半 上面刻有 何鸿燊博士生机福地字样 碑上的日期 亦显示生机式 及丑年人 深月人臣日历 即2009年8月15日 正是赌亡中风后的第18日 后来赌亡的病情 果然趋稳了众生机 让当事人在世的时候 就能享受到福地 给自己带来的庇佑 算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转运法 但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点七星灯 就困难许多了 第二招 点七星灯 赌亡的病情不乐观 家人情急之下 又找到11年前为赌亡重生机的于志林大师 和家人提出再付500万 请大师帮赌亡点七星灯 但大师知道命不可为婉拒了 什么是点七星灯呢 就是高人 找到本命 速星 将其点亮 七天主灯 不灭 方能增加12年寿命 历史上有两次点 七星灯的记载 主角分别是诸葛亮和刘伯温 实际上 只有刘伯温一个人 成功了 诸葛亮 并没有成功 诸葛亮没成功 因为他有个叫魏严的诸队友 三国演义节旋 孔明在帐中齐嚷 以及六夜 剑主灯明亮 心中 慎喜将为入帐 正见孔明踢发帐剑 踏钢步斗 压阵将心 忽听的债外呐喊 方御令人 初问 魏严非不入告约 魏兵质疑 严角 不急 竟将主灯 扑灭 孔明弃剑 而探约 死生有命 不可得而嚷 也 魏严惶恐 服得 请罪 将为愤怒 拔剑 欲杀魏严 正是万事 不由人做主 一心难与命争衡 这一段描述 魏严金黄的冲入帐内 这个莽夫一不小心 就将主灯给扑灭了 诸葛亮的七星灯 续命计划失败 或许有人会说 诸葛亮 那么厉害 失败了 就再来一次吗 没那么容易传说 终点七星灯 这种逆天改命的事情 每隔一千天 才可以点一次 否则失数人的性命堪忧 而于志林 大师拒绝赌王的理由 也是这个 一千天才可以点一次 于志林讲到这次赌王的时间相当紧张 不能再重生机 现在只有一种办法能为他续命 就是由道家来点七星灯 我不能再为他点了 你们应该还记得几个月前 于德成在球场外 晕倒 然后心脏停顿 送到玛丽医院 ICU的事吧 当时他妈妈求了我很久 我就帮他点了七星灯 然后他很快就康复了 当时我没有收他妈妈的钱 但这之后 我自己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 记者就此事向于德成求证 他表示多谢关心 对此事不做任何回应 于志林还曾说过 赌王原本的寿命是86 90岁 我已经救了他一次 让他多活了10年 我很早就批他2018年或2019年会走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97岁的高龄 我觉得不能再逆天了 我敢讲他 今年上半年肯定走 第三招 冲喜 虽然于志林 拒绝为赌王点七星灯 但仍旧给出了一个无奈之下的方案 冲喜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赌王与四房梁 安琪的儿子和尤军突然向明摩西梦瑶 求婚 两人结婚后迅速诞下长孙 当时坊间就有传言 这是在为身体欠家的赌王 冲喜 其实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看法 98岁已经算是相当高寿的年龄了 当一个人离去后 我们并不会在意他活了多久 而是在意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什么 对于赌王何鸿燊来说 他的一生显然很成功 出身名门 学富五斗 帅气多金 娶了四房妻子 还生了十七个子女 对于社会 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比如流落在外的马首和猪手 就是被何鸿燊高价买下后 无偿地送回 何鸿燊常常捐款捐物 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赌王强行采用法术 续命十一年 是违反了天道 没有办法超把往生 回看他最后 十一年的人生 都在病榻上度过 这正是强行续命的果报 生老病死就像一年的春夏秋冬 一年里 经过了春夏秋冬才算完整的一年 作为生老病死也是一样 是人生必修的四门功课 病是老的延伸 哪个人敢说 病不是自己年轻时的 放任而结的果呢 所以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结果 无论何事都有两面性 病也是一样 病了也有好处 那就是 病可以让我们抛弃 幻想活在当下 人这辈子什么时候最清醒 就是梦醒时 比如 重病时 人会清醒 经历了生死体验的人 更会清醒 所以我们要借此 获得成长 我们要坦然面对 它是 它让我们明白了 生命的意义 有大智慧的人 才能 向死而生 把生命 当成过程看待 不卑不惜 往后余生 简单生活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们要做些时候 看到他们有个小小的 伤终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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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